李宪龙总理将从今天起到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六天的正式访问 总理公署表示 李总理是应两国领导人的邀请前往当地 总理也将出席在沙特首都利亚德举行的亚西安海湾合作理事会峰会 本台特派记者洪宝玲从利亚德发会报道 总理公署表示 李总理访问沙特期间将会见当地领导人 包括王楚兼首相穆罕默德 李总理也会了解沙特2030年愿景经济蓝图的计划 总理公署指出 在20号的亚西安海湾合作理事会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将就加强关系 以及把合作范围扩大到绿色和数码经济等新兴领域进行讨论 总理在结束沙特的行程后 将前往阿联酋并同当地领导人会面 当中包括总统胡罕默德 总理也会访问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了解阿联酋的能源转型计划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 沙特阿拉伯利亚德报道 阿联酋的能源达